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 就让我这么静静地陪着你 希望你能感知到我的存在 快点好起来 姐姐 谢谢 你不用太担心了 吴王的医术是最高明的 他一定能就吃云大染 你昨天陪了我一夜 回去休息一下吧 我先走了 参见父王 找到阿牧的下落了吗 已经派人去找了 还没有消息 估计已经不在宣阳缔结了 方在平时啊 我也就随得去了 会给他很长时间去胡闹 可现在不行啊 想必父王说的是 宣阳和玄牧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也算你看得清楚 可我宣阳比不上玄牧地处中原 土地肥沃人口中多 而且宣阳跟玄牧的关系一直不好 我不想让宣阳的百姓陷入战祸之中 只能联合陵云等其他有实力的部族 同进同退 抵御玄牧 有可能对我们的侵略 父王心系百姓 是乃天下人的福气 不过 阿牧也是十大体的人 我相信 他想通以后 应该会回到宣阳山来的 他的命 不是他自己的 他是属于宣阳族的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 剑伤虽然重 但有不鬼谷的山水灵气护持 池云大人 本可以慢慢愈合伤口 可是 莫非是他身上的毒 我们若将族人 也很善于去使毒 在大黄中 以善用毒闻名 可我们是蛊毒 而这个毒是药毒 我想尽了办法 都解不了 下毒的人 心思十分狠毒 这个毒 早就潜伏在 池云大人的体内 至少有五年的时间 平时根本不会有任何异样 只有当赤云大人受重伤后 都用灵力疗伤才会毒伐 毒性会随灵力的运行遍布全身 是赤云大人既不能用灵力疗伤 也不能用灵力逼毒 只能坐等死亡降临 现在 赤云大人的灵体 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五年 那他身上的毒 是从何而来呢 根据我这几天的观察 这个药毒 极有可能就是来自玄牧王族 玄牧王族 对 玄牧王族的毒 是天下第一几毒 一般人是根本解不了的 他一定不会喜欢这么窝囊的死去 即便是要死 也要让那些恨他的人 付出同样的代价 我救过他两次 他还没有还给我呢 不能这么轻易地赖招 阿碧 我想用一点你的鲜血 可以吗 无王 你每天 为赤云喝一碗阿碧的血 虽然这血不能解毒 但是却可以延缓毒性地蔓延 姑娘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会让你死的 也不会不管你 我一定会救你的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 过几日 我一定让烈阳把解药送回来 这里就拜托你了 姑娘 看来是齿云大人 不想让你离开这儿 你不能解毒 你很想让你死的 你还是要死的 我还是要死的 我还是要死的 你还要死的 我还是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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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云 我一定可以救你的 王母 娘 小妹私自下山 只有几句流言 您就不生气吗 我生什么气呀 我恨不得赶她离开 身为王族之女 连因之事不由自主 已是为难她了 我不能再剥夺她最后这一点自由 你叫你大哥不要去找她 让她在山下玩个够吧 我倒是想让大哥这么做 可是大哥他 娘 您知道吗 其实我更希望阿末他不要回来 去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 如果我有能力阻止这场连因的话 拼了命我都会为阿末去做 阿末是我的女儿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 她终究还是会回到宣阳山 去完成婚约的 对了 倒是你上次说的那个普通朋友 到底什么时候带来见我呀 娘 您怎么突然又说起这件事了 就算是我要有什么行动 那还不能太着急了吧 您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准备不是 自己的事情都摆弄不明白 还想去掺和你小妹的婚事 我看阿末在这方面 比你这个当哥哥的清楚明白 烈阳快 你最快的速度去学木山 同志云桑姐姐